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播出 机器人变形记 一起走进机器人的世界 送餐机器人 酒店智能服务机器人 机场的引导问询机器人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服务 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服务型机器人的身影 展馆一角 小朋友和机器人的互动 引来大家围观 机器人似乎正在模仿重复 小朋友的动作 这台人形机器人 最大亮点在于它拥有灵活的双臂 即便随机更换不同的人站在面前 也能实时模仿出对面人的动作 这是一台什么机器人 您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机器人啊 这次我们开发了一款双臂复合机器人 应用在家庭服务以及商业服务 这台机器币呢 它是除了迎宾 包括为什么呢 我们的手臂是可以实际上拿 每个臂可以拿到五公斤的负载 双手可以拿二十斤的东西 所以它的应用产品就非常的多了 不止简单的说是 做个展示 做个迎宾 不是这样的 服务机器人 已经在餐饮 零售 物流配送等各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 有数据显示 2021年 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 达到921.4万台 同比增长48.9% 但目前 服务机器人 大多只能完成运送物品等简单任务 最大原因就是 它们缺少一双像人一样 甚至比人更灵巧的双手 因此 怎么让机器人的手臂手指更灵活 是众多研发团队努力攻克的方向 展台上 一条像蛇一般扭动的机械臂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就是刚才那台 服务机器人的手臂 这个机器人 它的手臂 就是有很多弯曲的地方 它不像其他机器人 那个手臂是非常直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它会 这样设计这个形状 对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那个气肉的机械臂 我们这个气自由度的时候 然后是从 这是我们的腕关节 第一个 然后到第二个自由度 自由度 对 第三个 对 这第四个 那第四个其实就是 我们的一个肘关节 然后到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这叫七自由度 自由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人体的关节 关节越多 手臂能够到达的位置 实现的姿态就越丰富 眼前这个机械臂 一共设置了七个关节 每个关节拥有从130度 到360度不等的活动范围 它能抵达0.61米半径内的 任何位置 比人类更能胜任 雕钻角度的动作 目前在应用多的呢 就是在医疗大健康 农业采摘 实验室自动化 各个场景都有 它的功能 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个智能工具 对 你给它末端 加装不同的末端工具 可以做相应的事情 你加一个刚那个 移动机器人 你就可以跑起来了 当机械臂 加载不同的工具 它又能应用到 什么意想不到的场景呢 在这片展区 有一个区域 人围得最多 居然是一位成年男士 在享受按摩 大哥 您感觉怎么样啊 非常好 跟人动按的时候 感觉差不多吗 对 对 对 眼前这台设备 就是在灵活的 机械臂末端 搭载了按摩头 可以提供按摩服务 它的按摩手法怎么样呢 我现在已经太迫不及待 想要实验一下了 我怎么躺呢 你爬下来 对 爬下来 慢点 面不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吗 对 面不放在这个位置 对 已经开始了 你稍等一下 神奇的是 高矮胖瘦不同的人躺下去 机器人都能准确按摩到穴位 开启一整套流程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 按摩机器人前端 搭载了神奇的眼睛 帮主旗 找出穴位 规划路径 红色方框标示的摄像头 能够识别不同体型人们的背部轮廓 而绿色标记的 则是3D热成像仪 能够反映人体背部不同温度的变化 计算机后台 正是根据温度的差别 利用算法 精准判断 学位所在 让机器人的手更灵活 是机器人行业追求的目标 除了服务型机器人 工业机械臂 也在这一点上不断进化 在这个展厅 有三只蓝色手指 吸引了众人目光 只见它一放一收 牢牢抓住了桌上的苹果 并按大小分别放进不同的包装盒内 屏幕上 则实时显示出了每颗苹果的重量 在展台内 我们看到了更多不同造型的手指 这些神奇的抓手 能抓取特定产品 作为家具 应用在食品 医疗 汽车等多种行业 是近年 工业机器人领域的 一大技术创新 原来搬运流水线上的产品 是工业界长期以来 面临的难题之一 只有一小部分形状归正 质地刚硬的物品 方便用机器运送 而其他占九成多的 一行一损物品 仍然只能依靠人工搬运 比如说他今天生产个洗发水 明天生产个洗面奶 他俩之间的物体差距就特别大 就是说我们前端配套的 这些执行机构 直到抓这个东西的时候 发现没有家具可以去抓它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差这一厘米 它就实现不了这种自动化 现代生活创造的产品 五花八门 在生产线上 如何才能稳稳抓住搬运 那些容易破碎的 形状各异的产品呢 流水线上最后一厘米的难题 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的柔性家具的出现 解决了工业最后一厘米的难题 眼前的机械臂 就是工作人员所说的 柔性家具 它正在轻松完成 不同形态物品的抓取 而且还能自动更换 前端的抓手 不仅如此 在抓取水果 月饼 茶杯等 一形一损物品时 也不会造成 挤压磕碰的损伤 甚至 它还有个绝活 能抓生蛋黄 大家也知道 这个蛋黄 它其实是一个半流体类的状态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生鸡蛋里面 把蛋黄完好无损地抓起来 鸡蛋打碎后 蛋清和蛋黄之间 有一层蛋黄膜 厚度 仅为A4纸的六分之一 蛋黄膜 非常容易损坏 柔性家具 真的能将蛋黄 完好无损地抓起来吗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这是一种柔性家具 它正在尝试抓取鸡蛋黄 家具缓缓落下 在扣进鸡蛋黄的地方 它停住了 不到三秒 家具稳稳包裹住蛋黄 能看到蛋黄明显地挤压变形 它轻松将蛋黄与蛋清分离了 再放置到旁边的器皿中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 为什么这些抓手如此神奇 能完成高难度的操作呢 这个是有点感觉像 微胶的那种质地 就比较软 但是弹性也很大 我觉得它抓力还 我试一下 它抓力还是蛮强的 真的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抓甲的力量 让我们仔细观察 眼前这个抓手的工作 在加取水果时 它会根据水果大小的不同 通过冲气 泄气 发生弯曲形变 从而包裹住大小不一的水果 完成抓取动作 这种柔性加剧 质地柔软 有不失弹性 拉伸长度可达到原始长度的三到五倍 从而保证它能随意弯曲不同的幅度 适应物品的各种形态 洗餐摆盘 生鲜打包 抓取医疗器材 搬运数码产品 它们在工业线上 大显身手 软体机器人 其实是对一些 软体类动物的仿生设计 比如说像海星 像章鱼 像河豚 还有像螃蟹 这些都是我们设计的灵感来源 从神奇的大自然中 获得仿生灵感 研发人员打开思路 为抓取千变万化的工业产品 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家具 只见这个展台上的家具 没有任何抓手 但它却稳稳吸住了 一块圆盘 我们看这个 这个装置好特别 它就像一个吸盘一样 这个是仿的什么 这个的灵感来源 于壁虎 壁虎 对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它手掌内 有一些特别微小级别的一个颗粒 来导致物体与物体之间 有一个分子间的作用力 通过分子间作用力来进行吸部 原来 这个软体机器人 模仿了壁虎 脚掌的纹理 在吸盘表面 每一平方厘米 分布有近三十万个微小颗粒 当吸盘平按在某一物品表面时 每一个微小颗粒 紧贴物体表面 会产生微观分子间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能让吸盘 牢牢吸附上去 这也是壁虎 能在光滑壁面上 行走自如的秘密 像半导体晶圆这样的物品 在加工时 对于染尘 损伤 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 哪怕只是轻微变形 或染上灰尘 都可能成为残次品 无法继续使用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那么 软体机器人的表现如何呢 你们看 刚才吸盘吸的是中间 但是中间什么痕迹都没有 非常干净 对比人手拿捏时 明显的指纹痕迹 利用软体机器人吸住的晶圆上 一尘不染 光洁明亮 我们的这个吸盘的话 可以在真空环境 无层车间都可以使用 然后另一个优点呢 在于我们的这个是不需要用电 也不需要用气的 它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一个零损耗的产品 不像普通的一些真空吸盘也好 它可能会有耗气 耗气就代表着耗能 耗能就代表着不节 软体机器人的不同抓取模式 极大程度地满足了流水线上 不同产品的搬运需求 为解决工业最后一厘米的难题 提供了可能性 如今 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 到了怎样的水平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工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 中国机器人全行业营业收入 超过1300亿元 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36.6万台 比2015年增长了十倍 中国稳居全球第一档工业机器人市场 除了辅助人们进行生产生活 在有危险的情况下 机器人也能挺身而出 去到人类去不了的地方 机器人的发展 还给人们带来了哪些惊喜 创新进行时 下集继续探秘 机器人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